因为两个院都是宪政机关 应变相互尊重原则 立法院长游席坤话讲得很明白 会直接点名全是因为一通电话 3月17号总统蔡英文召开府院党高层会议 讨论8月底公投是否应该提出对案 会中副总统赖清德 立法院长游席坤 立法院党团总召科建民都主张应该提案正面迎击 但苏贞昌和民进党秘书长林喜耀认为 不该提对案 随后会议内容却在外散播开来 根据了解3月间才获聘行政院顾问的 前发言人丁一鸣 20号致电立法院长办公室一名增性秘书 表示两边说法对一下 不要让人觉得不同调 增性秘书转达后传出游席坤相当不满 既然都是宪政机关 那我们应该变平等尊重的原则 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 可以寻正常管道 被问到敏感问题赶紧回避 因为苏有两巨头幕僚作业传出有摩擦 恐怕引爆长期派系问题 资深媒体人解读事情不单纯 如果说行政院的顾问不能可以打电话给立法院办公室主任 那府会联络人要不要也取消呢 就是说他行政跟立法本来就需要沟通 不管是个人或派系的私立在做政治斗争的话 其实这个对这个整个政党或整个政府的形象都是非常大的伤害 回顾惯例立法行政机关为了沟通政策 幕僚常有接触司空见惯 但这回行政院顾问致电国会是沟通或下指导旗爆出不同权势 一致两院平等尊重飘出浓浓严肖味 三日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